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山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深中通道顾名思义 连接的是中山和深圳 该项目是2008年立项 2016年12月正式开工的 项目整体预算达到了500亿 全长24公里 其中海底隧道部分约为6.8公里 是一个集海底隧道 人工岛 悬索桥为一体的超级集群工程 之所以被称为全世界最宽的海底隧道 是因为其设置了双向8车道 城管的宽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6米 项目整体刚才使用量接近32万吨 什么概念呢 这个数量相当于三倍鸟巢啊 建设社难度自不必都说了 两个小星人工岛 将近7公里的海底隧道 和90米高的悬索桥 哪个部分单独拿出来都算超级工程 更别说放在一起了 最令人惊喜的是通勤效率 经过深中通道 从中山到深圳 仅仅需要30分钟的车程 这对于两个城市来说 可谓有着革命性的意义 咱们今天主要就来看看 深中通道建成以后 对于两个连接地的影响会有哪些 自古以来 判断城市优劣的一项重要标准就是经济 而经济往往取决于交通 通俗的说就是路通了 钱自然就来了 这个逻辑很简单 因为交通发达了 所以人流动的频次和数量就会提高 随着人的流动呢 钱也势必会流动 举个例子来说 农村的土特产品再好 也要有路运出去才能换成钱 对不对 由于中山没有机场 深中通道的建立会极大降低 外地人前往中山的成本 按照刚才的分析 人来了 钱自然也就跟着来了 2019年数据显示 中山市GDP约为2788亿元 深圳市GDP约为26927亿元 通过数据可以直观的看出 深中通道的建立会有极大的可能性 由深圳带动中山的发展 具体可以从工业和房产两个维度来看 首先 深圳目前由于高速发展 土地和人工的价格是一再攀升 很多利润较低的企业已经陷入到危机之中 他们迫不及待的需要寻找一个 既能辐射到深圳及周边的城市 又能减少开支的地方 那么 深中通道的建立 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 由此可以预见 深圳市内许多制造业或者低毛利企业 会逐步转移到中山 以谋求更好的发展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极好的 首先解决了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 其次会拉动中山地区的经济发展 再者为深圳市内提供了空档 以便吸引更大更多的企业 可谓三方共用 另外一项数据 2019年中山市的房屋均价为1.3万元 而深圳市房屋均价只比6.6万 这五倍多的价差摆在那 可想而知 随着深中通道的竣工日新临近 势必会为中山带来一波购房热潮 同样既能解决深圳当前人口密度过大 老百姓购房难的问题 又能拉动一波中山的经济发展 这波操作 属实666 深中通道建成后的优势数不胜数 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整个项目预计在2024年交付使用 我们代理了中山珠海90%的在售楼盘 无论你喜欢哪个楼盘 我们都可以帮你申请内部折扣 比你自己去买 便宜4到8万 期待您的来电